我的勺萝卜来了 萝卜萝卜正在掉头正在转弯 转弯转弯我的萝卜 好路况比较复杂 你看这个萝卜 我给它招手招手 过来过来 它在这边停了等我上车 这个萝卜 萝卜萝卜来了 现在我要输入手机后四位 7667 好开门开门 自动开门 怎么关门呢 按键关门 我将帮你关闭促拔门 开启美好旅程 滑动 哦你好滑动屏幕 又滑 开始行程 自动驾驶启动完成 自动驾驶启动完成 欢迎乘坐萝卜快考第六代 全无人自动驾驶车辆 即将为您介绍乘车新车 安全带也是生命带 请全程正确计好安全带 请在周围上坐好 禁止侵入主架区 禁止触控主架所有设施 包括光线黄车罩 卡绒等 为主将追究 行程中 切入架头 手等身体各部位看出窗外 非紧急情况 请勿转开任意车门 车辆过车是公共空间 请不要吸烟 这些公共不错破坏车的设施 连车型的每一车 都有楼后快速安全币远 遇到问题时 您可点击右上角 请勿计按钮 打开求助页面 若您想到不许行程信息相关任何 可点击求助页面中的客服按钮 或降客服 若遇到解析情况 可点击求助页面中的FOS按钮 或车辆点击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坐上了 无人驾驶的萝卜快跑 车内的环境还是挺干净的 然后空调也是已经开好的 因为现在武汉的温度已经室外大概有25度左右 所以说我们进来之后 开了空调还是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 然后可以看得到里面的这个所有的座位 都是非常干净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主驾和副驾驶区 可以看到我们的方向盘 萝卜快跑的方向盘 是已经被保护罩造起的一个状态 然后副驾驶区可以坐一个人 总共我们的车辆可以坐三个人 然后我现在乘坐后排 它其实是有一个智能显示屏的 里面是可以哪些功能我们看一下 一个是显示实时的 一个车速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看一下 这是一个歌曲播放歌曲的功能 还可以登录自己的网音音乐的状号 你好萝卜 你好 调低音量 点击后排座位中间屏幕的设置按钮 在设置声音中进行调节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说声音大一点 声音小一点 我们会根据你的指令进行调整 声音小一点 音量已调节 你好萝卜 你好 声音小一点 音量已调节 目前我们一个行驶速度是在4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状态 可以看到其实速度还是比较正常的 没有说很慢的一个状态 打开打开罗布快跑APP或小程序 在行程页面底部找到修改下车点点击即可以修改 车辆在接您时您可无限次修改目的地 车辆在送您时您只可修改两次哦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比如车辆电量低或网络信号弱时 可能会拒绝修改或修改失败 希望您可谅解 如仍有疑问您也可以点击底部绿色按钮联系客服 所以我们在乘坐车辆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修改自己的目的地的 有两次这样的修改的机会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现在是红绿灯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这个车辆的这个支控有什么功能 可以看到我们车内的空调是23度 座椅它其实是有这个座椅加热的功能 包括调节一个座椅的这个腰靠之类的 我们也尝试一下 确实可以看到 我现在在点击这个 可以看到我们座椅的这个腰靠的这个 怎么拍会比较好 可以看到这个是可以通过中控来调节 调节座椅的 角度 OK 好 现在如果是要再进行一个编道 我再看一看车内其他的功能 更多的服务 除了听歌以外 还有一个喜马拉雅 马上为您播放 我出了把它关掉 空调已关闭 你好萝卜 你好打开空调 空调已打开 调节到20度 空调温度调节到20度了哦 现在是绿灯安全通过 现在是绿灯状态了 其实可以看到萝卜它的这个跟车距离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长 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距离已经是 在我们自己驾驶的时候 是属于一个比较比较近的距离了 感受一下这个跟车的这个过程 每个座位后面还是有配置一个 可以放置这个杯子 包括一些紧急的联系电话 然后下车的时候会提示一个 注意后车 有做到一些这种 使用和安全相关的提示 好我们继续查看 现在还是 因为马上要上 汉江上的桥 所以现在是一个比较高峰期 比较堵的一个状态 现在有一辆车想要加塞萝卜 我们来看一下萝卜的反应情况如何 好了还是让行啦 萝卜还是让行啦 因为在武汉的这个驾驶环境里 其实经常会出现这种加塞的情况 然后我们一般也笑称萝卜是比较容易被加塞的 其实从这个现场的情况来看 刚刚已经有两辆车进行了加塞 当然我们这个无人驾驶安全确实是最重要的 好 刚刚果果是自己自己按了一个喇叭 因为提示前面有一辆车是想要加塞 所以它按了喇叭进行提示 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 可以看到其实流的车就是比较宽松的 非常宽松的一个状态 现在我们是行驶在过 汉江的桥 可以看一下 好 时速基本保持在 30到35公里 现在已经快到40公里了 好咯 现在我们下桥咯 好咯 现在我们下桥咯 好咯 再看一下罗伯车面转弯的一个表现啊 好咯 现在要进行掉头了 这个掉头其实从我们的日常的司机开的这个情况 也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旁对侧是会有来车 其实可以看到罗布这个掉头还是比较平顺的 用时也比较快 好再看看迷人行人这一方面 因为武汉市经常会出现行人横穿马路的这个情况 然后在迷人行人方面也是做得比较好 也是提前就进行了一个速度上的放转 好刚刚开了空电20度 现在我会觉得有点冷 你好罗布 你好 空调温度设定为23度 空调温度调节到23度了 现在是黄灯状态 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 还是继续来研究一下这个后排的中控台 这个是我们现场的一个实时的数据显示 它是没有办法点开的 目前我们距离目的地还有2.6公里 预测是7分钟的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实时的一个路况播报 现在可以看到时速已经接近60了 因为这个道路上是比较能晃的 基本是无人无车的状态 速度还是停的比较快 好现在开始 转弯右转 你已经在行程中了 转弯然后回方向盘 这个刹侧还是踩得比较急的 好广慢通行 电动车通过 好观测一下 外边的环境 这个弯是花费了 大概有10秒钟的时间 进行这个转弯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前排的设置 可以看到罗伯 它的防护罩是从底部的电门刹车 一直到方向盘这个区域 前排是一个中红的操作台 和后排基本是同样的设置 再加上一个座椅 继续行事项目的地了 减速通行 好现在我们前面出现了这个公交车 要停靠站点的情况 诶 罗伯没有准备等候 它还是通过便道 超了这辆公交车 这一点还是和武汉人驾驶的习惯有点像 好 减速通过 还有一个击杀 因为有一辆车 有辆车经济驾驶了 目前萝卜在武汉运营也有一段时间 其实这个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在路上我们经常是可以看到 萝卜在进行驾驶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试 其实我们本次的总体的驾驶的感受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首先从车内的空间来说 空间是特别大的 前后的这个座位的这个宽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的脚 我的身高是1米62 可以看到其实我的空间是特别宽的 比我们常规的迪士还有网约车 其实空间都是要大很多的 包括这个后排空间 如果是有大件行李的话 其实非常方便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车内整体的车况很新 而且车内的环境维持的非常好 很干净 而且没有异味 这一点其实超过了武汉 大部分的这个网约车 因为网约车它的使用年限肯定是比较长 一般比较长 而且会可能存在一些这个异味的情况 但是我们如果整体的这个程度的首先从环境上的舒适性来说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从驾驶性上来看的话 即将到达目的地 我们快到了 驾驶性来看的话还是会有一些这种 注意后方随手关车门 驾驶性方面其实整体是还是比较顺畅 但是紧急刹车的情况会比较多 这一点其实比人的驾驶舒适性是要稍差一点 好了好了要下车了 好我们来看一看再怎么进行一个下车 停稳了停稳了 好听到咖啪一声咱们就可以按键开门了 请留意前排屏的影像 注意后方来车 在右手上车 注意后方来车 好了 咱们再帮萝卜把门关上 关门了 有没有落下东西 拜拜 拜拜 走咯